这里就是澳门赌王何鸿生耗资50亿巨资打造的新普京酒店 耗时三年打造而成高度258米共计52层 占地12000平方米是澳门的地标建筑 也是澳门第一高楼 也是澳门第一家按照七星级标准打造的五星级酒店 刚刚查了一下住一晚需要4000块钱左右 酒店建筑设计独特 造型华丽 结构大胆 它的外观犹如一朵初开的金莲花 为什么是莲花呢 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区旗上面也会有莲花的图案 莲花在中国文化中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被视为纯洁高雅和吉祥的象征 设计为初开的莲花也象征着澳门不断追求努力向上的精神 大楼的底部是一个巨型的万象球 像是一个大大的金蛋 欲着圆满吉祥的意思 万象球的表面有120万颗LED灯 到了晚上绚烂多彩 可以变化不同的文字图案和颜色 灯火明红十分漂亮 大楼的设计灵感来源于跳舞女郎佩戴的羽毛头饰 活泼开放 也象征着澳门旅游娱乐事业的兴旺发展 大楼内部提供420间客房 其中还有酒店大堂 会所餐厅品牌商店 夜会厅卡拉OK 健身室 室内游泳池 按摩室 商拿室 浴室 鲜花店 理发店 美容店等等等等 走进大堂你会感觉空气当中都是金钱的味道 这么好的酒店你愿意花4000住上一晚吗 反正我是舍不得 你们关注小城下一期带你们走进新普京 去看看赌王那些价值连城的收藏品 我们下期再见